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阿祖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他吧 蛇雕作为中国南方最华丽 最高调 最异贱的大型猛禽 长有夸张的凤冠 似乎天生就比其他猛禽高贵 独特的实性也让他们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蛇雕是一种体型较大的猛禽 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丛林 包括中国的南方 海南岛和台湾岛 也因此蛇雕的亚种多达20个以上 不同于多数猛禽 蛇雕的配色大胆而有冲击力 它们全身综合 点缀着疏密有致的白色斑点 飞行的时候 翅膀和尾羽上的白色横带宽阔亮丽 明黄色的慧 眼睛 脸部和脚爪 也让这种猛禽更加惹眼 而且蛇雕的枕后还生着短圆的羽观 不过只有在生气或恐吓的时候才会张开 一般来说 食肉动物的配色都比较低调 这有助于它们在丛林中隐蔽 但蛇雕是个例外 它们不只是雨色斑斓 简直是华丽高调 不过华丽的外表似乎不影响蛇雕捕猎 因为它们的主要猎物是蛇 而湿热的南方丛林盛产蛇虫 台湾的研究表明 蛇雕确实不必为了食物发愁 它们每天98%的时间都在发呆 剩下的时间还有一半在边飞边叫 有多爱叫呢? 这样说吧 它们站着的时候会叫 飞行的时候会叫 展示领地的时候也在叫 比翼双飞的时候还在叫 野外观察时很容易就能拍到 张嘴大叫的蛇雕飞过 几乎全天都在叫 这样高调的猛禽还真是罕见 而在我国 蛇雕在3-4月开始繁殖 确定配偶关系后 蛇雕夫妇会在领域内的高大树木上筑巢 在巢中 雌性只产一个蛋 然后开始独自孵卵 雄性则负责警戒和捕食工作 40天后 雏鸟孵化 雌雄共同育除64天后 幼鸟离巢 一直以来 蛇雕被认为是流鸟 但近年来的研究和观察表明 无论是东南亚还是中国 三月都有明显的蛇雕迁徙现象 有的地区能同时见到几十只蛇雕盘旋 在人类活动日益家居的今天 野生动物的日子大都不好过 不过蛇雕是个例外 它们本来就不喜欢浓密的原始森林 反而更喜欢稀疏林地 林间空地和次生林 而且蛇雕还会频繁拜访村庄 农田 茶园 果园 公路等地 因为这里视野开阔 更容易发现猎物 长期的研究也表明 蛇雕甚少出现在原始森林 反而是破碎化的生境 更有利于蛇雕的生存 和其他捕食性猛禽一样 蛇雕也有明显的性二型现象 雌性个体的体型和体重都大于雄性 这种雌雄差异的演化 和猛禽独特的繁殖模式有关 但具体的演化驱动暂无定论 在猛禽的繁殖中 雌雄有着明确的分工 雌性主要负责产卵 孵化 喂食等巢里的工作 而蜜食工作主要由雄性完成 当雄性带回食物时 雌性会毫不客气地接过食物 并张开翅膀尖叫 责令雄性继续外出蜜食 从上面的描述 我们能隐约看出 雌蛇雕在种群中是占支配地位的 事实上猛禽的两性差异 不只体现在形态差异和繁殖分工 在台湾的蛇雕生态研究中 我们还能看到雌雄在空间利用上的差异 蛇雕台湾亚种是流鸟 一般认为无迁徙行为 研究人员在肯定的同一片区域 选定了14只蛇雕 分别做了追踪标记 来研究它们的领域范围 以及活动规律 研究结果显示 这些蛇雕确实不迁徙 中年都生活在同一片区域 而且 雌鸟的核心领地 比雄性的核心领地面积小得多 最重要的是 雌鸟和雌鸟的核心领地界限明显 几乎从不重叠 而雌鸟和雄鸟的核心领域只有重叠部分 至于雄性个体之间 简直是随便重叠 毫无规律 所以研究人员认为 蛇雕的雌性个体之间竞争十分激烈 远远超过雄性之间的竞争强度 而且还能得出另一个重要结论 即使在繁殖中 蛇雕夫妇也是各自为政的 蛇雕夫妇的领地甚至会完全不重叠 也就是说 它们的繁殖可能只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雄性只负责外出觅食 根本不管她老婆的领地 有没有被别的母蛇雕抢走 同样母蛇雕也不会关心她老公的领地如何如何 甚至在繁殖期以外 母蛇雕还可能会驱逐她老公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雄性蛇雕的领域面积为17平方公里 而雌性的领域为7平方公里 这是因为雌性蛇雕体型大 占主导地位 所以这些女王优先挑选那些 食物资源最丰富且有潮值的领地 而雄性没有能力和雌性竞争 所以只能选择女王挑胜的领地 而且雄性还要在繁殖期提供大量食物 所以雄性的活动面积就会非常大 至于雄性之间为何没有明显竞争 可能是因为没必要 蛇应该是真的很多 毕竟它们每天就花1%的时间进食 至此阿祖有种预感 很可能上述的领域划分在很多猛禽中适用 因为在捕猎行动中 雌雄往往是分开的各搞各的 配偶之间也没有能力沟通 描述或统一领地的边界 此外研究还发现 蛇雕亚成体虽然还不参与繁殖 但是它们的领域行为已经和成鸟无异 也就是说雌性蛇雕虽然还没有成年 也不参与繁殖 但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 并且边界明显有排他性 而雄性亚成体则和雄性成鸟一样 领地会大范围重叠少有领地冲突 蛇雕作为一种翱翔于空中的生物 常常会对地上的动物虎视眈眈 就比如爬行的蛇 在大家的印象中一定是蛇雕张开双爪 抓住蛇然后飞向高空 但你错了 这完全不是蛇雕的操作 他会以俯冲下来的速度展开翅膀拍打蛇 直接将蛇拍打的晕头转向 几下反复蛇就没有了反抗的能力 此时的蛇雕就会直接将其啄食 当然蛇头为第一攻击目标 首先将其啄烂 保证蛇再无抵抗力 不过蛇雕可不是将蛇一一蚕食吞下 而是将蛇整条吞下 注意是整条 然后边吞边望向天空 这当然不是在思考人生 其实是没死透的蛇在腹中搅动 而蛇雕也是在用腹部的肌肉和它对抗 直到好一会儿 蛇雕才能完成吞蛇的过程 当然更多的时候 蛇雕只会将蛇半吞下 然后露出一个尾巴出来 这是因为蛇雕要照顾家里的小蛇雕 让它们吃饱肚子 因此大家要是在外面看到一只蛇雕吞了一条一半的蛇 那不是它吃不下 更不是蛇从嘴里挣脱出来 而是因为蛇雕家里还有几张凹凹带补的小嘴 这样的画面想想还挺温馨的 尽管蛇雕分布广泛 预见率较高 也深受人们的喜爱 但人们对蛇雕的了解却并不算多 包括一些蛇雕的孵化 何时能够独立 以及蛇雕的迁徙情况 这是目前比较缺乏的资料 从感官上来说 蛇雕的那种高调肆意洒脱 总归还是透露着一种野性十足的自然美 这是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 而且蛇雕的亚种众多 分类也尚有争议 还有很多偏居岛屿的亚种正在走向灭绝 无论如何 蛇雕这个物种都需要大家持续的关注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还想了解哪些世界上有趣的动物呢? 视频下方留言告诉阿祖吧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阿祖的频道 这样每天都可以和阿祖一起感叹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关注一下 感谢观看